就是做道路使用了 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用最少的土地 最少的影响范围 来进行这个计划 那也可以达到就是 希望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改善 以及道路的服务效能 那符合这个都市计划 以及就是国土计划的一个目标 那区域内因为没有那个国土富裕方案的 一个禁止开发的优 以及就是像优良农地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个暂停它完工之后呢 其实它可以促进老旧城区的一个更新改造 以及就是说有部分低度发展的一个区域 可以进行开发或发展 那也可以有助于都市成长管理理念中的 一个都市再生的一个理念 那另外一个就是提高保留绿地的一个可能性 尽量不要用到绿地 那有助于国土保育以及保安 然后确保国土永续发展这样子 那在其他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台北市市区的土地很有限 那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说 可能在另外开辟道路啊 来满足这些旅运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其实随着人口成长 那新建这个捷运系统呢 其实是各大 基本上是世界各地的城市的 一个一致发展的一个目标啦 那因为这个进化目的主要是在 便利这个台北市民的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呢 捷运通车之后呢 除了减少就是路上的庸塞 那也减少排放碳 就是排放二氧化碳 那也可以改善这个空气的一个品质 那提供给就是市民一个 非常可靠安全又有效率的一个 大众捷运系统 那另外呢 就是捷运车站通车之后呢 带来的一个便利的交通 那便利的交通也可以促进 整个都市的一个成长 或者是产业的一个发展 那未来也可以帮这个都市呢 带来一个人潮 然后产业发展起来的话 也可以活路这边的经济 那这个地方 就可以带给这个地区呢 一个木大的商机 也以其能够提升 就是市民的一个平均收入 好 那第二大部分呢 就是本计划的一个 必要性的一个评估说明 那因为本计划它的目的 以及预计征收的一个 私有土地的地上权 它的理由是因为 就是设置这个R03站 它是为了满足信义路六段 福德界以及沿线 就是中坡南路各地区的 一个旅运的一个需求 那所以呢 呃 捷运 它与那个捷运信义线的 前接之后呢 它可以让台北都会区的 一个捷运系统来进行延伸 那也可以扩大这个捷运系统 一个服务范围 发挥整体的一个运输效能 那本计划的一个车站站 因为设置在这个计划道路的下方 所以现况呢 也其实已经供车辆使用 通行使用了 所以呢 原有的私有土地所有权人 它可以取得这个捷运系统设施 使用空间的土地的一个补偿费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呃 这个预计征收的私有土地的地上权呢 以达必要最小范围的一个理由 那本案呢 因为它地下穿越的车站站体呢 以设定 设定或者是征收地上权的方式来办理 那并以就是这个事业 呃 所必须就是范围危险 所以刚刚看到那个范围图 我们其实那个地号 我们只就是尽量缩小范围 所以只有部分 那第二个第三个部分就是捷运系统 它成就这个公共运输嘛 那原有的道路上 如果再辟公共设施的话 其实对原地主呢 它并没有就是防碍 或者是说加重损害的部分 所以呢 经设定地上权或者是征收地上权之后 土地所有权呢 其实人可以保留这个所有权 那它剩余的一个权职可以自由处分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用地勘选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地区 那因为捷运系统的信义线东沿断工程呢 已经奉中央核定 所以路线已经确定了 没有办法变更 也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区域了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有没有其他取得的方式呢 第一个 那本案因为它是公共设施用地 那在本府会取得这个地上权之前呢 土地所有权能可以用下列方式来办理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捐赠 那当然如果土地所有权能愿意捐赠给市府的话 那当然我们非常的乐观其成 那也愿意协助就是相关的手续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公司有土地的交换 那就是在都市计划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与公有 非公用土地交换办法里面呢 其实虽然有定定就是可以以地异地啦 就是公司有土地交换的规定 但是因为自95年以来呢 没有适当的可以交换的公用土地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市议会也质疑说 土地交换会被造成就是有心人士 地下收购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 所以就是会造成社会一个不良的观感 所以其实台北市政府目前已经暂停 这个土地交换的作业 自95年以来其实并没有办理过 这个交换的一个作业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在本府取得这个土地地上权之后呢 它会依土地征收条例 大众捷运法以及大众捷运系统工程 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处理 及审核办法等等的规定 那土地所有权人对于这个穿越 捷运穿越而至不能为相当之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到自施工之日起 至完工后一年内 请求就是虚用土地人 也就是台北市捷运局这边 那就是虚用土地人来征收土地的所有权 那虚用土地人也不能拒绝 好这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 第五个部分是其他评估的必要性理由 那因为信义东沿县的工程呢 是信义县的这个建设的延伸啊 那完成之后 其实台北市捷运的一个捷运长度 已经达到138公里 那也提供可以提供更广的一个便捷的服务 那R03站车站呢 它如果设置之后呢 捷运车站其实也已经达到 118个以上的一个水准了 那都位区的人口 可以充分享受到就是 捷运带来的一个便利性 那所有所带来的其实不只是 呃这边的交通便捷啦 那其实也代表就是都市城市的一个发展 那也提高这个市民的一个生活效率啊 以及生活形态产业的环境 那增设这个R03车站呢 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捷运带动 周边的一个商业啊 产业的一个发展 那打造一个极具高度发展潜力 移居移型的国际型都市城市 那达到就是生态以及经济的一个 永续共融的一个目标 那在本计划的适当性说明部分 就是在信义路六段福德界一带 因为住宅人口比较密集 那交通往来的流量比较大 那所以捷运延伸其实是符合 都会行大众运输导向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这个TLD的部分 的一个目标 那因为附近它老旧社区比较多 那捷运系统延伸设置之后呢 其实可以带动这个附近的一个商业啊 经济的繁荣 促进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计划呢是由信义向山线 信义线向山站 然后再延伸到信义路的六段底福德街一带 那它的是一个路往的延伸啊 那所以它其实可扩大这个捷运系统的一个服务范围 那发展就是发挥整体这个运输的一个效益 那因为车站站体是设在这个道路 计划道路的下方 所以使用公共设置用地的设置 也符合土地集约使用的一个意义 那捷运车站设置选定的一个 就运量然后占间距 然后转成的功能 地质地形管线 轨道半径 用地取得的可能可行性 那以及土地开发之前例 以及都市发展等一些因素 我们综合考量评估之后呢 以其能够发挥这个最大的一个运输效益 那在本计划的一个合法性说明 那本计划因为是依大众捷运法相关的规定 来办理这个计划的推动跟报和 那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 台北捷运信义现象东延伸这个规划案呢 其实已经承报交通部审查 那也经国家发展委员会 在103年9月10号 有会商有关机关来综合提醒意见审查通过了 那也获得这个行政院 在103年的9月24日正式核定在案 那依据土地征冬条条例的第三条 第57条以及大众捷运法的第19条 即大众捷运系统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处理 及审核办法等等规定来进行办理的 那非常谢谢各位地主很有耐心的听完这个简报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主任 主持人